大家好,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多空起盛 那么今天价钱指数下跌了90几点 整个成交量虽然没有破千亿 但是技术形态上面来讲 今天是属于中量的中黑K棒 那么也把我们昨天所提示的 上升三角形里面 它一个三角收敛给跳空跌破 那么跌破就是跌破 不用找太多理由去做一个解释 但是我觉得今天会有很多人针对 不管是国外的议题QE退场也好 或者是国内的议题福茂协议 立法院被占领也好 我相信很多人把整个大盘的下跌 归咎于这两个因素 那如果你认真的讨论 其实就国内的因素来讲 我自己有一个感想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么现在学生进立法院 做一个抗议的动作 希望能够逐条审查福茂协议 那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福茂协议逐条审查 也不是第一天 对不对 那给某些人去做审查 给他们90天 一条也没审过 那么我请问你再给他们900天 好像也审不过 对不对 所以我的看法就只有一个 真的要做事的人 他就是会做事 不想做事的人 他就会找理由告诉你说 他不想做事 原因就来这边而已 那至于今天台股的下跌 我们言归正传 我认为今天的下跌 是跟国际的股市 比较有关系一点 为什么 来 今天恒生指数 他破了一个短波段的新低点 以技术形态上面来看 来 今天亚洲股市在下跌 恒生指数破了一个短波段的新低点 他季线跟年线 已经出现死亡交叉 今天正式出现死亡交叉 但是股价已经先跌了一段 为什么 因为QE退涨从去年就开始 一直到昨天晚上叶伦讲话为止 其实大家都知道 QE会缓退 只是说他把时辰给提前 那提前的过程里面 外资早就知道QE会退场 所以你说资金从亚洲市场抽出来 你从恒生指数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早就在做一个抽出的动作 不是吗 那回过头来讲 今天我认为台股会下跌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电子指数它本来就是要做一个修正跟整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波讲过电子指数的观念 我说这波最强势的股票 最强势的族群 通通在电子股 那么电子指数高档 出现化解指标背离之后 我上个礼拜我还讲过 这个礼拜它不管冲与不冲 过与不过 它可以拉回 它也可以不拉回 它都是属于多头的形态 对不对 那今天电子指数往下做一个拉回 我认为是跟南韩中和指数有关 来放在这边 这是今天南韩中和指数 它也是一样 它是季线跟年线出现死亡交叉 这波南韩的走势 相对于台股来讲 它是相对弱势的 它的高点在去年10月就见到了 如果你把台股跟南韩中和指数两个拿起来比较 你可以很清楚的发现一件事情 过去南韩的高点在2063点 目前它在这个位置 季线跟年线死亡较差 但是你知道吗 台股这一波不但有越过高点 而且往上再冲到新高 8787点 以结果论来看 这一波台股为什么特别强 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由于电子指数转强 所以台股特别的强 不是吗 那这一波为什么南韩比较弱 站在波段的观点上面来看 除了它的政治因素之外 其实你要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这一波为什么资金从南韩 直接转到所谓的台股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 我们之前在谈过台股主轴的时候 当你看到联发科 当你看到台积电 当你看到大力光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虽然我们在国际的品牌上面 竞争力没有非常的强 台湾没有一个世界级的品牌 可以去跟三星做抗衡 去跟LG做抗衡 但是就零组件的功力上面 我们是非常强悍的 包含金元代工 所以这一波当整个电子股 在发动的时候 我们强调了 中石户回来在电子股方面的琢磨 已经开始蔓延 从高下股开始出发 到今天为止你可以看清楚 很多的老牌电子股 它今天是往上创新高的 所以回到基本面来 我相信这波很多人 尤其是真的啦 你今天看到加纖指数在跌 然后有些股票昨天没跌停板 今天又中错 可是它又没有跌停板 可是问题是加纖指数看起来 它就是丑了一点 那你会怎么解释 我认为会有很多 比较偏空的观点 我是不断地告诉你 我们多空其盛就只有一个原则 我不会去预设立场 我也不会去告诉你 这个地方会跌到哪里去 你不用担心 我认为的重点是什么 是当你股票市场在多方式的时候 如果你是看空的人 你天天拆高田 你总会对一天 就好比说今天 反过头来讲 如果你是在股票市场的空方式里面 你做多的人天天拆低点 你总有一天会对 但是问题是 当你在拆的过程里面 你是不是浪费了很多行情 我可以这样子讲 应该没有错误吧 所以这波从低点开始 一路到现在为止 从昨天出现震撼教育 今天台股出现下跌92点 你看到这么多的股票 开始破底 开始跌停的时候 你终于看到跌停的加速 跟涨停的加速 今天跌停的加速 比涨停的加速多一加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 当你看到中小型股 不断地有股票往上创新高的时候 你要自己去发掘某些东西 它是不对的 不是吗 所以我昨天特别提醒你 加坚指数下跌42点 成交量并没有破千亿 代表什么 电子的新主轴 还是逆势在往上突围 我们之前常常说 甲5叫黑马年 节奏它才是重点 不是吗 是吗 所以回过头来讲 来 今天加选指数下跌92点 成交量是923亿 有没有带长黑带亮 你说徐老师 带中黑92点 但是不带亮923亿 我说对 所以资金它还是在转换 它并不是做反转 但是你要当断折断 你要由小转大 因为大盘来放在这边 跳空灌破三角收链 台股季线能不能出现多方的防守 我打一个问号 因为主要的关键在电子股 目前我没有看到电子股表态 因为它有空间跟时间可以去做修正 所以资金由小转到大 这就是我们昨天看盘的重点 你现在回过头来想 我们为什么这一波一直强调说 你学技术分析 你不要预设立场 正如同我们过去在讲说 农历封关之前 如果你是我的忠实观众 你一定记得相当相当的清楚 我们当时在讲大盘过高的时候 你不用高兴 为什么 大盘过高 指标并没有出现同步的讯号 往上创高 代表背离 一旦没有化解背离之前 我们通通视之为背离 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不是吗 所以当后面加签指数从8668点 双得一声跳到8230点 你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一件事情 这一段空间你可以避开 但是当台股台湾50爆量之后 我不断地提醒你 只要台湾50爆量 一定见转折 屡市不爽 过去一年半都是这样子 后面真的大盘如我们所预期 直接往上创新高 对不对 8787点 所以当创了波段新高之后 我还是告诉你 你要留意指标的位置跟族群 后面真的电子股非常的努力 因为它有持续的发动高价股 持续的发动F族群 再往上创新高 甚至是连今天为止 老牌的电子股 譬如说 像3006进浩克 它还在往上创新高 对不对 整个资金的流向 它是节奏是明确的 但是它抵不住 第一个我刚刚跟大家所讲的 国际股市的压力 第二个它抵不住 美国QE退场的压力 第三个它抵不住 学生胡闹的压力 不是 这个是另外讲的啦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重点 这波台股为什么这么强悍 由于大票的资金 我认为 除了电子股之外 另外一个事情是因为福茂 假设大陆跟台湾签福茂 或者是大陆不跟台湾签福茂 先跟南韩签FTA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资金再转向 但是我不希望发生这件事情 我希望台湾领先签下福茂 至于内容好或坏 我提外话 你现在在看节目的投资朋友 你们有哪几个人 真的全部从楼到尾把福茂协议的内容给看过一遍 然后再下结论我赞成或反对 我相信99%的投资朋友 你没有全部看过 所以你站在支持或反对的立场 你的依据在哪里 这如同台股的操作一样 你的依据在哪里 如果你在这一天 2月6号确定这个大牌会逆转往上 你就不会在这边拆高点 拆高点 拆高点 拆到后来创新高跟你讲说 保守小心 我们找股票来做多 这是我在这一个月里面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因为有人告诉你说 我指数看保守 但是你可以找低档转强的股票买 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看保守你看空 你就直接讲你看空 你要放空股票 但是你要放空股票前提是什么 是你不能一直拆高点 拆高点拆高点拆高点 拆到今天告诉你说 你看跌下来的我对了 那是拆 那不叫操作 那叫预设立场 永远认为今天就是最高点 不是吗 所以如果你的操作 或者是你所信任的人 是讲出这样子的话 我认为你要再重新评估 我觉得啦 我个人认为啦 来看一下大盘 大盘这一波在颈线之上 做超强势整理 不是吗 一直到昨天为止 我说技术形态上面 有一点点瑕疵 但是要看接下来的变化 对不对 三角收链的末端 它可以补料往上突破 它可以补料往下跌破 突破或跌破 以量四肢 以量四肢 那今天加圈指数跳空往下跌 你要特别留意哦 我之前跟你提过的观念 没有改变 之前大盘高档座背离 跌了438点 这一波高档座背离 会跌多少点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如果它要表态 一定是在电子 所以你要持盈保态 你要冲容以对 不要去拆 记线有没有支撑 不要去拆 缺口有没有支撑 那个不是你要拆的东西 你要关线的是 手上自己的股票啊 不是吗 所以回过头来讲 我们前波在讲大盘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个观念 我说这边反转上来 会跟这边很像 先创新高之后 做拉回记线再往上攻 目前你先把它设定在这一段 而不是这一段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老狗玩不出新把戏 每次在记线的关键里面 你只要调整好持股就好 这边背离 有没有办法错确认 我假设一个问题哦 如果它来到记线 它获得支撑往上再攻 这个指标就会化解背离 为什么 因为跟这边就一样了 一直到创新高为止 懂我的意思吗 懂哦 所以大盘要这样子看 大盘要这样子看 所以回过头来看 这一波讲电子股 从记线开始出发 后面变成主流 后面高价股起工 后面资金转换到老牌电子 我相信我每个步骤都帮你掌握得很好 没有做任何的miss嘛 好那你要特别注意 我昨天告诉你 我操作规划上面 波段获利了结电子股 你股票要买更要卖 放在口袋的才是真 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的结论 因为电子指数高档出现左缺右口 这个叫小导状反转 没有补缺口之前叫小导状 那么重点在于说 接下来电子股要面临这两个大量的支撑 基数指标没有问题 创新高之后指标创新高 接下来拉回的过程里面 看它拉回多深 如果拉回到颈线 那么代表中度整理 如果拉回到季线代表什么 弱势整理 那不管是中度整理或弱势整理 整理的过程里面 还是会有主流往上窜 这是我的结论 这是我的结论 但是要特别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我昨天花了一点点时间 那我也希望你 针对自己手上的股票 你要当断折断 因为我昨天特别告诉你 从2月5号开始一直到昨天为止 这一阵子你不断的看到很多的股票涨停板 亮灯亮灯亮灯 560加 340加 560加 对不对 连续一个多月 你要小心 柜台指数 我说过 这个点只要一破 各位投资朋友 叫下降三法 你要当断折断 今天上柜指数来到最低点 142.85 还没有破142.79 一旦做跌破 上柜指数里面的股票 会变成杀戮战场 当然我没有办法去系数每一档股票 但是你操作上面的纪律是什么 就像我提供给你我的方法让你做参考 我昨天特别告诉你 我的决策系统昨天出现46档高档股票翻空讯号的标的 你知道吗 今天印不下来 今天有101档 这么的多 站在操作的纪律来看 只要我的决策系统出现翻空讯号 我昨天讲了一句俏皮话 我说至少我们以后做多 有40几档股票一个月到半个月之内通通不用看 因为不是盘整就是下跌 今天更多 今天有101档 加上昨天的46档 总共有多档 147档 我在接下来一个月之内都不用看他们 如果我想做多的话 那反过头来讲 如果我想做空 我就有147档的标的 可以任均选择 这是我的操作纪律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 这一波在资金转换的过程 电子股它并没有败笔 电子指数只是回撤 所以会有新的主流开始窜出来 在这个行情震动的过程里面 去往上创新高 如果你想要做尺股上面转换的 好好的把握这一波主流 接下来之后 我马上回来 台大十分钟 静心在隔壁 千平基地 刚故之争 李天堂大林族 新日铁三强年首 静心文汇 专专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新 让您放心 选择高新 让您坐拥高新 高新头裤 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新 让您放心 选择高新 让您坐拥高新 高新头裤 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0227175567 头痛 请用五分珠 爸爸 儿牌清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 也是胆友 最记得啊 相用记得啊 五分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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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珠 一分珠 五分珠 六分珠 高五叫黑馬年 票漢絕對是特性 股票一漲可以三成五成飆上去 股票一跌當然可以給你兩根 三根 四根跌停板 很正常 因為這一波很多的中小型股 很多的投資朋友 光每天去追漲停板 就好像覺得自己賺得到錢 但是你知道嗎 人心的弱點是什麼 當你股票追在這一段的時候 如果你追對了 陌生段你會很高興 但是問題是一旦高點見到開始來這一段 你會捨不得 你3% 5%捨不得賣 後面跌個三成五成你賣不下手 這就是股市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提醒投資朋友你 要嚴守自己的紀律 就好像我們在帶領會員操作一樣 遇到風險 我一定比你早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我陸續在了解股票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股票買了 不是把它當成好朋友長期投資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因為有些人標榜說你帶領會員 就是要波段操作 我講波段的到底在哪 是你買在相對低檔 我假設一檔股票你長線看好 10塊漲到100塊 結果你在30塊這樣買進 它跌到20塊你認為散戶會受得了嗎 即使它後面漲到40塊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不要用長線的心態去對待每一個人操作 我把我自己想像成如果我是會員 我今天如果不小心這檔股票套了兩三成 我會受不受得了 真的欸 如果是我我一定受不了 共何況是投資朋友 不是嗎 歸來只是我談過 不要破 今天差一點破 但是破與不破 你該調整持股你就調整持股 我們的決策系統昨天出現46檔 高檔翻空的訊號 今天出現101檔 精彩了 精彩了 資金轉向的過程裡面 它不會留情 股票市場只有錦上天花跟落錦下石 我不需要你站在被落錦下石那一邊 從獲利角度看資金流向 3月17號 我講得夠明了吧 好進好出是下破的重點 3月18號 你沒感覺對不對 來我拿一個圖給你看 昨天3月19號 金豪哥創新高 有沒有好進好出 有啦 6萬4千張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今天金豪哥創新高 這是今天跌停板的大總 我問你一個問題 今天每個人都在講金豪哥 誰還記得你的3D列印 國家要扶持對不對 我不是說大總不好 我是要告訴你這件事實而已 台北股市 你想要操作得好 請你成為一個偉大的投機家 你要看得懂資金流向 什麼叫趨勢 安德烈克斯托蘭尼他說得非常好 他說什麼 趨勢很簡單 貨幣加薪你就變成趨勢 你有沒有看到這條線 下面是什麼跌出來的 是錢跌出來的 錢啊 股票為什麼會漲 沒有人花錢往上買 他怎麼會漲 股票為什麼會跌 當有人買在相對高達的時候 表示有人賣給你 然後你拿著新台幣去換股票 結果有人拚命往下賣 你就賠錢 這叫趨勢 漲的時候叫趨勢 跌的時候叫什麼 資金的流向能夠掌握主流 我2月6號提過汽車概念股 華晶科升聚核大 茂連列會立凱 全部創新高 3月我告訴你怎麼操作 2月26號提醒你 操作高價股 F敦泰F普瑞百元價差 我後面又提醒你 3月17號 4月的主軸好見好出老牌電子 這樣子夠精準了吧 什麼叫善公者 動於九天之上 你只要股票買在波段低點 波段漲上去 你隨便賣隨便賺的時候 你能自保而且全勝 你要的不就是這個嗎 來2月6號談一下高興的事情 資金的流向在哪裡 汽車產業對不對 3.59華晶科 19塊錢沒有人認識 噴到31塊8.5每個人都懂 那我請問你 我賣在32塊1.5的時候 我是不是把錢放在口袋裡面 今天3.59華晶科 我沒有看不好它 我不認為說我賣掉一張股票 我就要看壞它 那表示我之前研究的東西 都叫廢話 我看好一張股票 我有長線的理由 我有短線的理由 那我請問你 我華晶科 來 今天時間不太多 我想講很多啦 但是時間不太多 我賣在這裡的時候 後面創新高 每個人都認為我賣錯對不對 你賣對賣錯是一回事 重點是 你是把錢拿到口袋裡面去 去布局下一檔 不是嗎 所以我今天本來還有一堆資料 不好意思講太多東西了 我還是要提醒你 高價股你要怎麼做操作 怎麼做操作 來 我敦泰229提醒你 到301塊我也提醒你 對不對 這一波的價差過程裡面 你知道嗎 有些高價股不但沒有動 而且還破底 我在這個地方講生計股的時候 所有人都認為高價股比價而上 生計股也有概念 也有這個題材 也有這個機會 那我請問你 今天安程耀 是不是讓你失望了 你靜下心才仔細想一想 我剛剛給你的資金留下 你又沒有辦法釐清 如果你沒有辦法釐清 我要提醒你 你可以交給專業 幫我診斷一下你的持股 然後呢 如果你對高價股很有興趣了 這一檔股票 季線剛剛轉牆 準備正式往上做突破 即茂蓮普瑞敦泰之後 波段的代表座一定從低檔出發 馬上切入波段起供點 利用我們的精英專案 跟我們線上助理做聯絡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各 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平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冷氣外洩全非不見 專業的研究團隊 老師犀利的見解 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給您最中肯的建議 給您最明確的方向 選擇高薪讓您放心 選擇高薪讓您坐勇高薪 高薪頭褲是您唯一的選擇 02-2717-5567 02-2717-5567 專業的研究團隊 老師犀利的見解 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給您最中肯的建議 給您最明確的方向 選擇高薪讓您放心 選擇高薪讓您坐勇高薪 高薪頭褲是您唯一的選擇 02-2717-5567 02-2717-5567 我是趙小龍 有好教育才有好國民 有好國民才有強盛的好國家 我回來了喔 今天也有好國民